發聲弓 然後 接收器 發射器 有沒有聽到?會嘰嘰叫的 幾乎沒有辦法用 幾乎沒有辦法用 要怎麼用呢? 一定要加一個這種領夾麥克風 台灣隊的專用的麥克風 這個回溯很低 因為它是指向的 它聲音會過來 一樣的位置你們看 它不會回溯 同一個位置喔 它不會回溯 而且聲音可以開很大聲 開得很大聲 那我們來看一下聲音 可以開到多大聲喔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BOSS 它這個麥克風呢 透過了我們這指向型的呢 就可以產生 比較 好的一個回溯 反制的一個效果 那這樣的麥克風呢 我們用起來呢 就比較 安全啦 如果拉掉的話 它 它 一下就會 越來越嚴重 會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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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來看喔 加上這支麥克風 加上我們的專用麥克風 大家好 我是BOSS 現在呢 我們用了專用麥克風之後呢 有效的抵減回溯 那這麼小的空間其實用不到大聲工啦 那這個距離大聲工再拿遠一點 效果就會更加的明顯 更不會有回溯的問題 那原因就是在這裡 這支領夾式麥克風呢 是台灣做的 指向式領夾麥克風 好 這個是 沒有辦法用 你看這樣就完蛋了 沒有這支麥克風就完蛋了 就基本上 沒有辦法工作 好 那有了這支麥克風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效果 很明顯 就是說 只要 空間距離夠 通常不會發生回溯 那這個就 完全沒辦法用 跟大家分享 如果說你要用大聲工 配合 無線麥克風收音的話呢 這個是個關鍵 這個叫做 台灣隊的領夾式麥克風 一個是599元 那麼有效的幫助你 因為它是指向的 所以比較不會回溯 謝謝